把招牌的鸭角赤放入小铁碗内 最后倒入高汤 台南美食不止这一位 朱新朱角一样样看了让人食指大动 这家在中西区的阿明朱新 是不少观光客的最爱 偏偏也被国税局盯上 国税局的人员就静静站在一旁 驻征站岗 现场数人头了解店家的营运状况 无奈何啊 我们会派同仁在两个人一组 然后就是透过平常跟假日 我们挑几天 看他当天的一个营业的情形 包括他的整个的销售的金额 原本按照规定 每月营业额20万元以上的店家 一定要开发票 但台南很多小吃餐饮店家 现场卖的都是汤汤水水 开发票不容易 所以才采取助征的方式来核定 如果换作是我们的话 我就觉得嗯 对啊会蛮有压力的 这是理所当然啊 大家都一定要爱屋这边土地啊 现在国税局硬起来 还要针对台南入选必比登 推荐的19家小吃 像是阿美饭店 红烧土托鱼根 以及开源无名湿木鱼汤 或是康乐街牛肉汤 这些列为优先调查店家 避免台南阳明国际的美食小吃 被贴上逃漏税的标签 欢迎新闻陈炎卫 吴明夜秋子玲 台南采访报导 请订阅按赞分享 华语新闻YouTube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及时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